今季最后一套,其他没说的就留待费 我们回顾回顾的时候,或者大家想我们回顾回顾的时候 不妨帮你掃横,但不保证一定会看 我们最后一套就是Active Way 即是跟Active Way 机动强杂失第八系 跟今季有些动画一样都是原创动画,好像武武器一样 这个首先要先说,因为这个合作是三间公司合作的 第一间是一间长片公司,Flying Dog 第二间是专门拍清歌的公司 第三间是一间动画发行的公司 为什么会说呢?第三集之后就是重点了 那这一套作品,我开始叫做什么呢? 看下去,尤其是看完第一集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套低年龄的作品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是非常重 我看到很多低年龄向动画的设定在里面 装甲,出动车,然后出击画面 然后还有战斗姿势的动作 你看到列车出集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间很明显是火车的 Tommy火车合理 最佳就是走一步 其实这条路有车可以走到路面 然后有直升机吊它飞 不如它就在飞机算不算了 完全是卖模型的节奏 Tommy火车 完全是卖玩具的节奏 最厉害的弹射台呢 想想用者王的弹射系统 故事里面其实很简单 其实是对于一个警察的秘密部门 它不是秘密部门 不,是很秘密的 它的秘密来自于就是不能说 是的,你看到了 但它什么都不能说 秘密是在这里 实验式的部门 或者说它是一个 是的 这个部门最主要就是 对付一些用Active Rate 装甲犯罪的人 故事里面其实 我这么说 故事里面纯粹都是追悼犯人 而追悼犯人的就是 其中一位的女角就是阿麻美 没有被断头的放心 第三集都没有 很难说的 唱歌而已 是的 这位提前毕业的警察部的成员 加入了大陆府 美其明就说 叫他加入这个部门 实际上是调查这个部门 我看完第一集 这么低年龄向 其实我是有个猜测 其实他的部门 觉得这个很烦 他不是根本就是吗 只是资源回收 都是继续帮他 就算是一件垃圾 有一件垃圾 它是用土的 国家都没有给你了 是的 故事里面 现在看下去 其实他也不太说 为什么我说低年龄向那些东西 其实每一套装甲 他说的就是 什么type 什么type 的装甲 其实应该这么说 他是不想解释 type的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说 对应不同的犯罪 就有不同的装备 是不是很有型呢 是的 我看完第一集之后 我的感想就是 哇很多名词 一句都听不明白 看完之后发觉 其实听不明白名词 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这样 为什么要放那些名词出来呢 真的奇怪 有什么装备 一个近战 一个远战 一个万能 饭用型 有多难 但是我想说 最后 他的动画在近战 和远战的分别 不是很大 都是扔掉它走过去 最后 日本片是这样 真的有分别吗 真的有需要吗 没有 近战和远战 也是近战 我或者这么说 这套东西里面 其实我是不明白 是 为什么穿到盔甲 要脱一条底褲 卖肉的东西 但是呢 又容许女角 穿胸围 打底 那为什么不整个人打底呢 我硬是这样 有件衣服在那里 你要明白 你少些驱促 有些衣服就着 你做得都不爽 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他的战斗服 也是突化的 跟你打拳 为什么要脱身衣服 打拳都不需要脱身衣服 但是人都会脱一样 都是同一个道理 应该是 但是 问题在于就是 因为套甲会自动分解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 就是这个风化问题 为什么要脱身衣服 不要被人看到 那你不是一定脱身衣服 大佬 这件事没有写包单的 响鬼也是 假除变身衣服 要脱衣服 没有东西的 他不是 他 我都知道 是属于低年龄的 那你如果用那个套路 我是不会judge你的 他的设定 其实是 令到部门开头 有很多设定 很多规矩 他们好像在想着常人 不是在想着的事情 但是呢 出来的结果 是拿来搞笑的结果 还有就是 那些敌人 为什么我会找到低年龄向呢 那些敌人 第一个的敌人 是两个 将以中自己的犯罪 放上网的 这些摆明是 人类总要重复的 痛的人 那些就是 OK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不知道什么事 总之拿着垃圾机 然后捉了一条女儿 然后不知道做什么 吸毒过多的 隐君子一个 第三个 原来是个 扎扎 扎的扎 肥扎一只 那些很熟悉 在web 里面的肥扎 差不多一样 你看到这里 罪犯 当然 幕后黑手 是另一个人 重点是一个 那个网上 是一个懒型的人 有咪咪眼 有咪咪眼 吃番茄 白头发 还要经常对着 人形的AI 很明显知道 他也是杂责 还在打机 第三集 还不是杂责 应该这么说 很抱歉地 我不懂怎样形容 但是 看完之后 两位主持人都觉得 他真的是低年龄 那是一种feeling 我不知道怎样 解释这种feeling 低年龄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剧情是完全不知道 做什么 完全是剧情不知道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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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不理他了 低年龄向的感觉 是在于他很公式化 因为公式化的意思是 每一集 出动一次 开一下大忌 这些兼容家弄得很厉害 出动一次 打一下大忌 机械人揮几下刀 小朋友看得很开心 那就结束了 因为这样才是低年龄向的 我知道为什么 是固有的兼容家 的程度 和出动的东西 低年龄向就是什么 如果你看《绝对无敌》 《蓝光系》 那些 那座学校整天都要变身 每次都是上那一堂 而那些学生都是 那些兼容卡 是会给你满满那种 低年龄向的记事感 这个我不是同意 其实 机械人出击画面 这些兼容是正常的 机械人平常是正常的 合格一定要做的 那我不会怪的 现在一直在说 就是要对付一班 就是 所谓好像高智能的罪犯 虽然不知道他多高智能 但至少就是 他们拥有 就是这个 Active Wave的持有者 虽然幕后黑手似乎是高智能 虽然我唯一看完三集的印象 因为他噴番茄的一幕 就不怪他有多高智能 所谓的高智能 应该是高科技罪犯 事实上 在一二三四集 四集看下来 都是那种特务大片的感觉 有一对小队 角色奇蹟 最后在同執协力的情况之下 就解决问题 这种低年龄的拍法 反而 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样更好 我宁愿好像第四集 可能大家未必有看到 但第四集那里 简简单单有个拆弹危机事件 在同心血力之下 就是两个男主角 虽然就好像护车后腿 但其实最后都解决了一个问题 似乎熊男出CP 是的 那种感觉 就是欢欢乐乐的 一个这样的战斗动画 反而更好一点 就不在第三集 那就是悲剧在第三集 你知不知道我一看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我一看的时候 黑奇和阿賴明 你猜到我给了什么的既视感出来 是什么的 Tiger and Bunny 哈哈哈哈 黑奇很明 是整个大叔的年轻化的样子 而阿賴明是很bunny feel的 所以自古的熊男出市 不过人家是红绿 那边就 但是 这一队根本是一队CP 没错 不要怪我 不是负责的问题 所以女主角一向 都连卖肉都不需要 只需买唱就唱歌 其实 他有卖肉 他有卖肉的 不过卖不起 是的 主要是唱歌 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那一幕 你知不知道 也都这么说 我看到他的 我想起的既视感是什么呢 尚首珠 我也觉得尚首珠 可能造型会失去似的关系 而且他不停正义 正义的说话 是会想起 朱姐 你终于被人炖冬菇了 不是炖冬菇 人家执行秘密的职务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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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这个 那里做了十年之后 就会被你强责 被人家远回收 我说笑 这个 大家可能未必明白 那这个 看回《Sychopass》 你就知道了 没错 故事就没什么特别 我只可以说是 很普通的作品 但是呢 你说 剧情他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 甩漏的东西 期望的东西 会给到你 但是这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 普普通通反而我都算了 你不要 没有那么大的头 戴那么大的帽子 我的主要也是 说回那句第三集 所以实在是相当混乱 我觉得 这一套动画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 编剧的多事处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差 是的 其实你呢 在控制那个小队 你觉得他应该很困难 你那个小队 在一个战略里面 哪一个崗位 他可以早点说些什么 他单是这样要吃力 你不会说那么多 或者这么说 因为他分了就是指挥部 作战部队 还有就是要和指挥部 还要额外兼顾媒体 其余那些 或者政府的角力 就是勇者王的司令部 那类似 但是勇者王就是一句 勇气就搞定一切 但是这里不是 其实我都觉得 可以简法一点就是 准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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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射就行了 对了 对了 如果处理危机的手腕 就变成浪败了司令部 无论是部长阿瑶那些也好 我觉得这套事里面 一开始做得出色的就是 在第二集的位置 我说 为什么阿瑶 身材不同了 然后我说 我原来是她妹妹 那一刻被她骗到我 简单来说 你想战斗 就不要牵涉那么多政治 牵涉那么多政治 那时候就麻烦你做得多一点 可以 视乎你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现在感觉是很怡气 整件事情 还有你战斗就战斗就算了 你可能和那个角色 你花点时间 出去和那个 好像很高智能 那个黑手 有些对抗就算了 不用打歌的 不是唱完歌之后 你变成了 那个画面一时间去唱歌 一时间去打 一时间去打 所以其实 重点在哪里 可不可以给个重点我 这套东西 其实我会用Tiger & Bunny 日后用Tiger & Bunny 和他比较 Tiger & Bunny 都是在做这个 就是一个机构 他在做同样东西 走着英雄的东西 然后跟着 又有少少柴娃娃的味道 但是又有少少黑幕 其实 但是你做不到Tiger & Bunny 最惨的Tiger & Bunny 最惨的Tiger & Bunny 是柴娃娃很特地 你告诉你 她是柴娃娃 她是柴娃娃 她是欢乐香 这套不是想这样的 应该 而Tiger & Bunny 就是什么 他营造了逐步逐步的危机 这套东西做不做到 现在不敢概念 就有定论了 但是 新版之后 大家如果有看Tiger & Bunny 不妨用这套东西的逻辑 去和他比较 比较 我觉得你会看到这套东西 你会觉得行不行 是的 今集我们到此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